Paper Tower 厨房用纸全部空了 大家好疯狂 大家好 这里是你最爱的宋老师 离我上一次录视频已经过去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现在是我自己在家居家隔离的应该是第七天了 现在是早上6点40分左右 我刚刚起床准备吃早饭 学校已经全部都放假了 所以大家就各自待在家里 早饭 早饭是昨天剩下的粥上面放了一些肉松 还放了魔芋爽 感觉太稠了 已经比较像一坨米饭 不是特别像粥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给大家录一个宅家Vlog 我今天有可能会戴上口罩跟我的瓶光镜 再去一趟超市买点蔬菜什么的 之前我们周六早上去超市的时候 就整个美国超疯狂的 就货架各种空 而且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买卫生纸 超市写着说限购 每个人限购三包卫生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那么多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韩国超市 韩国超市东西就还挺全的 就买了很多很多 大概接近300刀左右的食物 就真的很多 然后回来囤着 目前来说宅宅家里还是挺开心的 可以看很多很多就是想看的剧 因为之前真的是没时间看 然后现在就攒了很多很多 一个一个慢慢看下来 待会等天亮了一点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好看一些的 好 那先这样 intro就先这样 我先吃早饭 我们待会儿见 现在早上7点58分 我家的正对面 就是从我家下楼跨到对面 就是一个超市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超市8点钟开门 现在门口就已经等了很多人在门口排队 已经一路都排到地下车库那里了 大家都等着8点钟第一时间开门 然后就冲进去采购或者抢购各种东西 不知道待会儿如果晚一点去的话 还有没有什么东西留下 感觉自己好久好久没化妆了 真的是化妆也没什么意义 在家里不出门 然后出门也要戴口罩 我倒是尝试过一次化妆就是戴口罩 然后只化眼影跟眉毛 其实感觉也不错 但是因为N95的口罩 就会把自己这个脸整个往上挤 然后挤的眼睛就变得小小的 做觉也没有很好看 再说我出门以后还决定要戴瓶光镜 所以就真的是化妆毫无意义 头发感觉有好几天没洗了 但我最近在亚马逊买了很多东西 就买了很多洗澡相关的东西 我到时候给大家贴在这边 我买了一个按摩头皮的绿色的 就是在你洗头的时候 为了让头发更清洁的彻底 就要拿那个轻轻的按自己的头发 我还没用过 但是感觉应该不错 然后我昨天还买了一个 Dry Clean Brush 就是那种毛 然后应该是刷自己 可以湿刷或者干刷沐浴露的 可以去撕皮 然后还买了一包浴盐 是可以泡澡的时候用 还买了一个也是刷身体的刷子 但是是用来刷身体的那个身体乳 或者是身体上面的油之类的 我觉得洗澡 涂这些东西可以花一些不少的时间 来打发一下生活 让自己在家里变得精致一些 最近在家拼了不少乐糕 这是一个黑白的 然后米奇和米尼的一个船的乐糕 它可以动的 然后旁边自带了一个牌子 后面就本身是我有就有的一些装饰 这个是全部放耳钉耳环 然后这是以前拼的一个Elsa的乐糕 上面是上海 还有这个瓶中船 这两天拼的最得意的是这个 是就是婚礼结婚系列的一个新郎跟新娘 我是努炼照我的样子 跟季老师的样子拼出来的 发到朋友圈很多人说还蛮像 然后旁边是一个唐老鸭 是我们的保镖 好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家其他的乐糕好了 这边应该是算蝙蝠侠系列的 这是蝙蝠侠的 其实我完全不了解蝙蝠侠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蝙蝠侠继续 最下面的是一个大的蝙蝠战车 这个我觉得更像是蝙蝠侠的老巢什么的 感觉像一个实验室 好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是叫什么Star Wars Star Wars里面的一个黑色的战船 我觉得Star Wars也是非常不了解 对他的描述仅限于一个黑色的战船 我甚至不知道这是正派还是反派的船来着 好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是太极灵 这个当时我跟季老师花了一周 还是两周的时间才拼完的 因为他的重复性太强了 又全部是白的 所以就拼了很久很久 但是还蛮好看的 刚刚看完了Criminal Minds 犯罪心理的第15季的最后一集 现在感觉内心非常的空虚 感觉我的青春已经完结了 15季啊 我从第一季 中间大概跳了两三季没看 但是基本上都看了个 哇 心里好感慨啊 在最后一集的时候 他们之前的 旧的私人飞机都炸了 就感觉一切都结束了 好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最近在家看的剧吧 我拿手机上列了一个表 是我最近看了Kingdom的第二季 Kingdom是超好看 Kingdom是一个韩国电视剧 讲丧尸的是古代丧尸的 刚刚出的第二季 我全部看完了 然后看了一个叫Beastars的第一季 是一个日本动漫 讲述动物 这个世界都是动物 但它们都是拟人化的 然后不管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 都不能吃肉 它这个动画片感觉还挺成人像的 中间有什么食草动物被杀死啊 或者一个兔子突然把衣服脱了之类的 我还看了笑丽的民宿 我已经把第一季 IU去的那一季看完了 现在刚开始看第二季 是林云儿 然后同时还在看Westworld的第三季 西部世界的第三季 不过才跟了一集 它每周日更新一集 所以就很慢很慢 同时我在看Better Call Saul 翻译过来好像叫风骚律师 我们现在看到第三季 最近好像没有再看了 再休息一下再看好了 但是前三季反正还挺好看的 如果你没有看到Breaking Bad 没关系 它和Better Call Saul 其实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美国的真人秀 叫《真人秀》 叫《Survivors》 我在看它的第40季 《Survivors》就是把20个人丢到荒岛上 让他们自己去造房子 然后他们比赛 每一天晚上淘汰一个人 最后获胜 剩下的那一个人 会得到200万美金的奖金 说是真人秀史上有史以来最高最高的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 就可以看到美国人 他们之间的构心斗角还挺不一样的 感觉我现在稍微有一丢丢的巨荒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在Netflix上面可以看到的 或者任何平台都可以 任何平台可以看到的 任何的电视剧 真人秀 请推荐给我 好了 我把眼睛取回了 接下来就要摘了眼镜 然后洗手 然后吃饭 季老师还在远程连线开会 所以我可以先吃 不用等他 我发觉我真是一个很想储存洗手液的人 就我们家之前本来就有大概六七瓶洗手液 然后这种酒精消毒的也有几个 所以没有感觉到非常紧急的说 要买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感觉我可以用酒精棉片 把手机消毒一下 平时好像没有很消毒手机的样子 这是十锅拌饭 这是一个超大的碗其实 然后我全部倒进去了 所以变得不太好看 旁边是送的小酱什么的 然后倒点辣酱进去 然后拌一拌 我感觉我应该不适合做吃播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吃播了 两点五十了 我睡了个午觉 我感觉每天我花时间最久的 就是睡的这个两个小时午觉 感觉非常的好 因为我每天六点多就醒了嘛 然后到中午吃了饭就超级困 也有可能是吃饱就困了 但是反正每天睡两个小时午觉 要准备穿个衣服 待会儿就出门去超市 我们现在出门对 去家对面的超市 我们在超市 看起来好像花生酱这边卖的不错 但总体来说还是挺多东西的呀 肉还挺多的 但有在限购 每个人限购两包牛肉 虽然食物很多 但是paper tower 厨房用纸全部空了 大家好疯狂 你来买鸡蛋 鸡蛋全部卖光了 虽然也限购 每个人买两包 我觉得大家早上可能排队 就是来买鸡蛋啊这种东西的 超市里人非常的多 然后东西也非常的全 这边就部分的东西就卖的特别特别好 但是大部分东西都特别特别全 所以物资方面还并没有短缺 也有一部分的人开始戴口罩了 没有戴的人 我就当他们是买不到好了 毕竟确实也买不到 我们刚刚在超市买了一堆的薯片啊 饼干啊什么的 然后在check out的时候 收音员在那边问了我们一句说 这就是你们的 度过疫情储存的食物吗 他就说 this is your survival food 感觉被嘲笑了 就是感觉应该大家都在家里隔离 而我们买的却是这些零食什么的 他就说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 普通的就是可以囤的食物在家里 但发现缺乏的其实是零食 零食是人类的精神食量 非常需要这些 所以冒着风险是去买了很多的回来 现在心里非常的快乐 马上就可以吃起来了 好现在晚上的娱乐活动 我打开了chips 然后蘸salsa 就是一个全部是番茄 做出来一个蘸酱 同时我还开了 优格 soju 快乐 好 基本 在家的一天vlog就这些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内容 因为 呃 在家里放松心情 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 那么大家都 好好待在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